喂 媳妇 今儿怎么样 感觉 比昨天强啊 真好 真好 晚上咱们吃什么呀 饺子啊 撑 我下了班以后就回去 没 没 没问题 没问题 浑香馅我也爱吃 没问题 那行 那我先工作了 咱们回去再聊好吗 放心吧 我爱你 拜 我爱你 你好 哪位 对 我是段西风 你哪位啊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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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 不 你听我跟你说啊 我呢 下班以后呢 都安排满了 最近挺忙的 晚饭呢 咱就免了吧 好吧 有什么事咱们电话里说 不是 不是 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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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想想啊 我想想 要不这样 我 我 我把工作安排一下 然后下了班以后我去找你 好吗 好 我是这样还有什么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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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我喝两杯 咱咱咱咱咱咱那点喝 来 干 干来 干来 来 干 干来 今天那小杯 我给你喝一杯 来来 干来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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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来 干来 哥 我敬你一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婆 我晚上有个应酬 就不回家吃饭了 你放心吧 你好好的 好 好 好 再见 拜拜 时间过得真快 咱们两个月没见了吧 是 差不多了 你要喝点什么吗 不用 不用 我呢 就是最近 家里边和公司的事都干一块了 特别忙 对了 你知道我不说要急事吗 你说吧 要是没急事 就不能约你吃个饭啊 我还劲着你 就是你吃饭啊 那个 上次酒吧的事 对不起啊 我那天实在是喝得太多了 我真不是有意的 我向你道歉 另外 我也有家 有老婆 而且这么多年 我们俩也挺恩爱的 我希望你理解我 我理解 我邓佳佳不是那种 拿着男人把柄刷手段的人 那天我也是喝多了 觉得你人不错 所以我才跟你走的 那你今天约我是 我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那天之后 我以为你还会给我打个电话 没想到你没有 要不是检查说我怀孕了 我也不会给你打电话的 那你 你的意思是 你别紧张 那你打算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呀 你想让我生下来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做了呗 那我能帮到你什么吗 三个月之前 我把原来的工作辞了 正好呢 又碰上要交房租 我就把所有的钱 都交了 这工作呢 又不太好找 我实在没办法了 才去酒吧做推销的 所以就跟你认识了 但是我觉得这酒吧的工作 还是不太适合我 我也就没继续干下去了 现在又检查处怀孕了 再加上房租又要交了 我在这边没有什么朋友 家人更是致望不上了 今天我找你来 就是想让你帮帮我 你千万不要想歪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知道 你说吧 你需要多少 一万 拿着 一万五 拿着 你拿着钱啊 买些补品 然后多休息